Hello 各位Style Master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每個禮拜的編輯選物 Azure's Pick啦 那今天呢 我們要推薦的物品呢 我們之前已經有推薦過了 因為我們這個禮拜 收到了我們的老朋友大摩 他們寄了年節的禮盒來給我們 年關將盡 所以我們找了一些年節的時候 大家會吃到的小東西啊 點心 然後我們來搭配著這個大摩20年 不然傑森我們等一下就去 集化節好不好 因為大家通常知道我們 過年過節的時候 那邊不管是南北雜貨啊 或是比較平常不好取得的食材 那邊都蠻多的 那我們就去那邊逛一逛 然後調一些有趣的東西 來跟我們的大摩20年做搭配 我們為了找尋可以搭配 大摩20年的食品 我們今天來迪化街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厲害的東西 通常你都會想要什麼 烏魚子吧 烏魚子好像蠻猛的 烏魚子配酒 真的絕配 絕配 真的絕配 最貴一斤2180耶 好猛喔 好想吃肉乾 我來幫我買一包快車肉乾 我都要買個黑胡椒 黑胡椒美的 那買個這個好了 OK 謝謝 有葡萄乾嗎 這個是比較大的 對這就是 那我買一包這個 這是大的嗎 好 謝謝 首先呢還是先來介紹一下這個禮盒 因為我們上次有講到 大摩20年它是2018年的時候 推出了這個很珍惜的酒款 今年呢2020年它是以一個很高貴的 木盒來包裝 它精緻很多 然後它這邊呢也有這個 Richard Patterson的簽名 然後它有告訴你說 這個乘量的一個旅程 然後這也是他們原廠 特別為亞洲推出的一個 亞洲限定版 那今年呢它把它做成一個限量的 木盒限量禮盒 然後這次聽說很特別的是 這一款大摩20年在2020年之後 賣完就絕版 不管是自己收藏或是送人 我覺得都蠻適合的啦 那我們當然先來一點大摩20年 我們以前也是跟很多品牌大使聊過 那他有跟我們聊到說 酒配食物 其實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一口食物一口酒 那另外一種呢是你先吃食物 吃完之後吞下去了 你再用酒在口中調和那個味道 這兩種方法呢其實沒有絕對 就真的是看個人喜好 我自己呢我比較喜歡的是 食物跟酒在口中一起作用 我覺得那個是最直接可以吃到 這樣子的東西搭配的感覺 好那我們第一個呢 這邊是這個葡萄乾 真的很大顆 這種通常就是直接吃的啦 這種味道其實很多威士忌裡面 都會有一些這種黑色莓果啊 果乾的味道 葡萄乾跟大摩20年搭配 我覺得這超搭 因為其實一開始單吃果乾 葡萄乾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那個甜的感覺比較濃郁 搭配了大摩20年之後 不知道是可能酒精或是其他的東西 它把那個甜膩的感覺壓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你吃得到清爽的感覺 它本身裡面因為有過過波特酒桶 所以那個香氣會更提升出來 我覺得這個其實蠻搭的 你吃一口葡萄乾 然後喝大摩20年 我覺得喝起來感覺會比你醇飲 會更加的有深度 我覺得第一關這個葡萄乾配大摩20年 我覺得相當 match 第二輪呢要來搭配的就是堅果類的東西 堅果的話我們今天準備了兩種 一種呢是這個沒有調味的 它就是天然的堅果 第二個呢是它其實比較像米香或是花生糖 它是甜的你自己吃堅果 都通常會先跳哪一個 腰果 腰果是不是 我覺得因為它沒有調味 所以你在喝大摩20年的時候 它的甜度或是只酒的甜度會被凸顯出來 大摩20年本來就是一隻口感蠻好的威士忌 我覺得搭配起來真的沒有什麼弱點 搭配杏仁的話 因為杏仁那個香氣比較明顯 吃進去然後再配大摩20年 它整體是一個蠻平衡的感覺 我覺得腰果我會比較喜歡 因為它剛剛那個甜度 真的非常非常棒 杏仁跟核桃跟南瓜籽是同一個集聚的 腰果是另一個集聚的 那我們現在要換的是這個甜的堅果 它外面應該是米香啦 它裡面有餐堅果這樣子 因為它這個本身有甜度 然後還有米香的味道 所以你在搭配威士忌的時候 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是很喜歡吃甜食的人 這個很塌欸 因為它會把甜的感覺壓下去一點 屬於米香那個獨特的香氣 它還是保留住 然後再搭配大摩20年進來之後 你會覺得大摩20年好像是一個 把所有的東西整合在一起的媒介 我覺得其實覺得蠻不錯的 好那我覺得堅果的話 首選腰果 再來是米香的堅果系列 然後再來是其他的堅果 好的那這個接下來呢 過年的時候大家可能會吃肉乾 好那我們肉乾配一下大摩20年 你們有沒有吃過什麼高粱牛肉乾 大摩20年配這個肉乾 有酒的肉製品的天花瓣 我覺得就在這了 所以它的風味會有層次 它的酒體本身是很飽滿的 它不會說你今天配了一個重口味的東西 它就層次被分解掉 這樣配其實真的還不錯 最後重頭戲呢 就是過年或是你出去吃飯的時候 通常都會吃到這個烏魚子 烏魚子通常一定會配個蒜苗 外面大部分都是配蘿蔔啦 那我們今天配一個水梨 基本上烏魚子配威士忌 或是配這種比較烈的酒呢 是無庸置疑 我們還看過很多這個做法是 它一條烏魚子 它是直接淋 有人淋高粱啊 有人淋威士忌啊 或是這種比較烈的酒 然後直接點火 又有一個焙燒的感覺 然後它又可以把酒精揮發掉之後呢 讓酒體本身的這個香氣 含流在烏魚子上面 然後吃起來的時候 口感會更有層次 那你今天配水梨 那個口感的程度就已經先上升一個檔次 你剛剛在喝大摩20年 因為它的第一個年份高 所以它的層次跟口感是比較強烈的 搭配進來在口裝裡面之後 感覺把那個腥味洗刷掉 你當然還是吃得到蒜苗味道 吃得到烏魚子本身的鮮度 但是沒有了腥味之後呢 它有大摩20年它裡面的這些 薑汁麵包清香料的口感 再帶了一點點甜味 那那個甜跟水梨的甜又再把烏魚子的鮮味帶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融合是滿好的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請把白蘿蔔換成水梨 然後再搭配大摩20年 我覺得這個非常完美 我們這邊幫我們今天試過的年節小點呢 做一個總結好了 我覺得最厲害的還是烏魚 它整個的搭配是非常的完美 那再來呢會是葡萄乾 因為我自己也很意外 它加入了大摩20年 然後一起吃一起喝之後 它那個香氣真的是突破天際 再來是肉乾吧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吃這種重口味的東西 搭配威士忌 我覺得也是很match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也品嘗過不同的年節小點 也很感謝這個 上個酒夜呢 也就是大摩這個代理商 送我們這個年節的禮盒啦 不管是送人 或者是過年的時候買一支 大家可能在圍爐的時候啊 這樣子拿出來 我覺得也是滿有面子 滿氣派的 但最重要的是 大摩20年真的是一支滿好喝的酒 那我們這個禮拜的編輯弦物Axtra Speak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請大家記得還是要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個禮拜 編輯弦物見囉 掰掰